下面怎么来讲说也是REST的并行过滤器 这个并行过滤器呢 我们怎么来演示呢 我们先看一下 文档中score 搜索结果score是一个数字型的 表示一个得分 是一种相对方法匹配 创新的一个文档的结果分数越高 搜索关键字与该文档的相关性就越高 越低的话呢 搜索关键字与该文档的相关性就越低 在ELASTIC设计中 所有搜索都会触发相关的一个分数的计算 如果我们不能使用相关性分数计算 那么那要使用另一种查询能力 构建过滤器 那么过滤器呢 是类似于查询的一个概念 除了得以优化更快的执行速度 那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过滤器不计算得分 因为计算得分能够降低我们查询的速度 另外一个呢 所以呢 它们别执行查询的速度 它们可以提高查询的速度 过滤器可以缓存内存 缓存在内存中 允许呢 我们进行一个重复的一个搜索 为了并于理解过滤器 我们可以呢先介绍过滤器 搜索 LikeMessor Messi 布尔 可以呢与其他普通查询搜索 组合成一个过滤器 RangeFilter 允许我们通过一个范围 来值 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查询 一般用于数字或者是日期过滤 使用过滤器搜索 返回一个Balance一致 比如说我们也返回银行传统 约额是2万到3万之间的 换句话说 就是说Balance要大于等于2万 并且Balance要小于等于3万 返回这么一个银行存垮 这个区间内的一个一些账户信息 我们怎么来查询呢 可以这么来 TubBank Post 然后Bank Such Greality Band Querie 然后Filter Filter 在前面就是过滤吧 然后Querie 把我们的所有的记录都把它查询出来 这里有一个Filter 过滤 过滤的话有个Range Range Range的话呢 Balance Gte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呢 然后呢 加上这个过滤器 然后查询一下 反正所有查询条件的 那么这里呢 就是Querie 就是Querie OF 刚才Querie 所有的 然后是Match OF 这里是把所有的都把它查询出来 但是我现在是要满足一个条件的 条件的所有的 所以呢 我们上面加上Filter Fil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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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有一个 有一个Qu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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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ie Querie里面 它是Filtred 在Filtred 在Filtred 在Querie里面 倾头的有点松 Filtred Querie Filtred Querie Filtred Querie MatchO MatchO 好 那么这里呢我就逼个个销了 把这个查询的结果 把它插过去 也试一下 然后过滤一下 有一个Querie Qu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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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Querie Range, Balancing, GTE, Range, Filter, Query Regist for filtered, filtered, filtered No Query registered for filtered, filtered, filtered filter 好,这里要说的是 从 elastig说起 5.0开始 原先的filter的语句 那么已经被淘汰了 淘汰了,就不要这么写了 怎么写呢 filter的 这里就换成了一个query query 然后有一个叫must must match txt quick brown fox 下面可以写一个filter time 本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前面就用query 这就用query 再就用一个bool类型来代替 bool类型来代替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这里应该改一下 因为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呢我们这里应该用的是 query 完了之后这里应该是一个 bool 这里应该是用的是filter 嗯 query bool bool query下面是bool query下面是bool query下面是boor 应该这么来写 query query下面是boor boor里面是filter和调进 什么条件呢 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怎么刚才看到的 看到的 看到的满足条件 那个query 比如说 query 还有一个 就这一个 查询 啊 does not support query 不耳内心 不支持 query 不耳内心不支持query的话 这里呢 应该就是 不耳内心不支持query的话 那么这里呢 就应该是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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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里查询到的是 薪水是2万到3万 薪水看一下 薪水这里就是2万到3万 并且所有满足条件的记录 这样就能够查询出来 应该写成 应该写成 这句话 好 那么过滤器查询呢 包括must must 这里查询出的是查询满足条件的 和一系列的过滤部分 可以代替任何其他查询 到达查询部分 以及其他过滤器过滤的部分 这算数情况下 过滤器范围字呢 因为文档落入到range 所有匹配的一些平等 其比另一个更相关 没有文档 一般情况下 最明智的方法是 决定是否使用filter or query 就是要看是否 关系相关性的分数 如果相关性不重要 那就使用filter 否则要使用query 否则要使用query query and filter指 和类似于 关系性数据库中的snaped will close语句 就是我们之前的 比如说MySQL里面的一个will条件 正相当于will条件 这里呢 会把相关性分数把它排除 如果想不排除的话 这里呢 就用query 好 这里呢 我们就讲解了 隐私了一下 这个也是rest的一个 变形过滤器 所谓变形过滤器 主要是 那么它会 在过滤的时候 它不会继续刷相关性的一个得分 那能够提高查证的速度 把这个过滤器 把它缓存在类型中 可以提高查证的速度 为什么能够提高查证的速度呢 因为它在查证的时候 没有计算这个记录 这个文章之间的一个得分 没有给它一个得分 计算量变少了 那么当然查证的速度 查证的效率就提高了 谢谢大家